来了来了 它又来了啊 网友发来一些石头啊 这个石头 这样子看上去的话 感觉普普通通啊 但实际上 它有些啊 像这种 胶质感很前列的啊 你看 这个表皮全是几夹纹 这个辣质感也比较重啊 哎 这一块 你看这些 全部起胶的感觉啊 这种 它小料好像有点多 然后 这一块也是 这个胶质感啊 跟几夹纹都是满满的啊 这种石头 拿在手上面就感觉是一个蜡一样 哎 这一块大的 这个网友还画了一个圈圈 应该表示说这里有手着位吧 这里有一个开口的啊 它里面的肉还是很细啊 还有一些是黄蜡石哦 这个黄蜡石看起来也比较干净哦 这些石头主要亮点是这几个 这几个齿蜡的 我就想看一下这种切开里面到底怎么样的 从外表来看的话 它有一些红色的表现啊 切开里面它应该也是有一点花纹 好 我们给它切开 再一起来欣赏一下 玩偶的美食啊 好 石头全部给它切了一刀 全部都是留了一点点 没有直接打开 主要是把惊喜全部留给大家啊 我们来感受一下玩石头的乐趣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默蜡的瞬间啊 哇塞 这一块只有这一点点的肉啊 看起来比较干净啊 然后这种看表皮的话 它的表现一般吧 所以切出里面的话也切不出太好的料子啊 好 垮了一块了 我们再来看这一块 这一块玩偶也是画一个手卓位的 看表皮的话 它有一些比较细小的纹理啊 整个石头 垃圾感非常潜力啊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默蜡的瞬间啊 哇塞 这个里面有这个 泥浆 刚才切的时候 留在这里面了 这一块红色是有 但是裂很多 这一块可以做珠子 没算报废啊 可以做一些小珠 然后这一块直接被火不小心切断了 这里面也是有一点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 它比较偏向黑色 看起来没有那种美感啊 我们来看这一块 垃圾感最潜力的啊 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什么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也不行啊 这里面也不行啊 乱七八糟的 看表皮的话 很诱人啊 好选咬一口 但是压齿不好 这一块 这个敲口看起来 这个肉还是很细的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又是好多烈啊 这怎么每个石头好像 这个开口感觉 比这个切开还要美光 石头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难说哦 我来看这一个黄蜡石的啊 然后这边有煎 往这里切了一小刀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个敲口跟切开差不多吧 这个可以用 最后一个大家伙了 这个大家伙本来这里有一条裂的 我就照烈给他切了先 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出现了一点红色的花纹啊 这个属于草花玛瑙石的 像这一块 烈的话不算多 这里还是有一小条 这一边 它这里有一点烈的表现啊 还有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裂不进去的话 它这里是有一个手着位啊 石头这个东西 不切不知道的啊 像我刚才切了这么多 重工力啊 还是有点低哦 挤得两三个 还可以的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您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